歡迎來到今天的深夜酒吧 喔好久沒有開深夜酒吧的主題啦 我們今天聊天的主題就是 你遇過最爛的約會經驗是什麼 COIN之前呢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今天的第一卡文章 最爛的約會經驗是點點點 不管是第一次見面或是老夫老妻 都要知道好的約會呢 可以為雙方的感情大加分 而壞的約會嘛 就有可能會斬斷一段桃花 或者是回家要跪算盤 爛的約會比與皆是 像是找了餐廳難吃不說 還遇到食物中毒 說還要AA 結果要結帳裝沒事死不到錢 結果我還真的遇過耶 我有一次朋友的聚會 大家都說AA嘛 然後突然有人說 欸我找不到錢包 然後他口袋就賭一塊 你們知道嗎 他在那邊說 我找一下我的錢包在哪 然後他真的找很久 我就很明顯看到他的口袋 在那邊賭一塊 然後我們就說 欸那個是錢包嗎 然後他還 不是 那不是 不破奇 這一次呢 我們要來募集大家的 最糟的約會經驗啦 除了可以給大家取暖之外呢 也可以給約會的新手們 一以為見 各位 我知道我大多的客群 你們應該還沒有到正式要約會的那個年紀 這一次就給你們的 非常好的一個學習經驗 好我們先看一下網友們怎麼說啊 台灣大學約會約到一半突然醒了過來 哈哈哈 哈哈哈 我看說到這一個 情人節那天啊 我跟蘇菲是在迪士尼一起過的 然後那一天 馬娘還有情人節的活動 你可以跟你喜歡的那個馬娘約會 然後你可以拿把他送你的那個巧克力 然後我在情人節跟蘇菲在迪士尼那天呢 我就在花這手機 跟我的東海帝皇約會 哈哈哈 但是我們就有意 所以蘇菲那時候他也有跟他最喜歡的馬娘約會 我們是平等的 約會約到一半對方的男朋友才來 蛤 你確定是約會 不是先人跳 哈哈哈 他有沒有叫你簽本票 哭臉 哈哈哈 OK好各位 我們就來到我們今天的call in環節 你喊喊你好 你有什麼糟糕的約會經驗嗎 說來有點長 反正我們在一起到分手的經驗都蠻糟的 因為他會打人 哦 他是會打人的男生 然後我還愛著死心塌地 第一次約會都蠻正常的 只是就像你們男生第一次跟女生約會 如果想上廁所的話 應該不會在旁邊摘一個樹就解決了吧 哈哈 該在哪裡啊 如果他媽我們今天在台北市區 他去找個樹尿尿都很有問題啊 那如果我們今天是在一個 很明顯附近不會有廁所的地方 那我覺得是不一樣的 中立附近 中立附近 新市公園那裡 公園沒有公園廁所嗎 其實有 可是他很懶 第二次約會的時候我們去收狗 我們那時候坐電梯 因為收狗電梯的人都蠻多的 我們進去 那個樓層到一半的時候 你能懂另一半在旁邊 放屁的尷尬嗎 哈哈哈哈 放屁就算囉 他放的是那個 水屁 那個屎跟水全部融合在一起 然後感覺就是黃黃的那一種 他大便出來了嗎 我不知道 我知道他後面就直接從廁所了 我們到後面是有同居的 見到他家長之後 因為他媽媽有在生一個弟弟 我們就要帶著那個小弟弟一起約會 然後幫忙帶一下 帶到後面就 欸弟弟還是這個去住你們家裡OK嗎 然後那個小弟弟是被寵壞的那種 就是假設他今天要喝養樂多 如果我們不買給他 他就直接躺在地上大哭 喔乾天啊好糟喔 我之前有被偷錢過 就是在那個家被偷錢 被偷嗎 我不確定是被誰 喔反正就其中一個嗎 他那小弟弟幾歲 其中一個啊 那時候我才國二吧 你國二 你國二 對 就是那種做工作你只能去夜市做的那一種 那時候還蠻小的啦 那個小孩呢 他幾歲他 所以你們叫我換尿布餵奶之類的我都會啊 兩歲多而已 一個成年的媽媽叫一個國二 因為我們那時候待一起蠻久的 他從一歲就有叫我們帶了 那帶到幾歲 帶到我們分手 兩三歲吧 你爸媽放心讓你出來離家出走 後面還是有回來啊 你今年幾歲 因為我爸的平氣 喔你爸OK 我現在要十八了 好啦我們今天沒有意外 OKOK每次那個 我覺得 等等你跟他 天啊感覺會出來還要帶小孩 然後你他媽才國二 可是我們最後會分開 主要是因為他會家暴 然後他哥哥也是個危險分子 離開的好離開的好 我覺得一個男生會打人的 趕快離開他吧 對因為不只他會打人 他哥哥有吸毒 然後那時候 毒瘾犯人會來 踹我們套訪的門 他們有拿刀 他拿刀 就是會很可怕的那種 哥哥的朋友有混啊 所以就是會怕 不是不是混不混的問題啊 我不管他混啊 今天一個吸毒的八九 他媽拿刀衝到我家 我不管他今天混多大 對啊 衝到你家等一下叫你簽吧 天啊 好險你離開了 我覺得離開得好 謝謝你的分享 你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遇到會打你的男人就分手吧 就一直屁話 媽的你就是剪裁在那邊被打 我媽的 嚴厲刺責啊 不是我講的 但謝謝你今天的分享 好的 好掰掰 狗哥掰掰 為什麼我跨運都可以聽到 這麼荒謬的故事啊 國中跑出去跟男朋友住 然後他媽叫他灌小孩 然後他男朋友還有個吸毒的哥哥 會拿著刀在外面撞他們 蛤 那我們下一個Saru 喂Saru你好 你有什麼故事要分享 我們應該糟糕的約會經驗 這我最有經驗的好不好 好 來來來來 我們替你的故事分享 好 上次的舔狗事件 其實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你還記得那個女生嗎 等一下哪一個 你可以跟我recap一下嗎 幫忙洗衣服的那個 然後在他身上花了好多錢 啊 okok好 來你繼續講吧 在跟他有聯絡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去什麼 像什麼保雅 他那時候買完東西 就是要去結帳的時候 他都會跟我說 喔我要去廁所一下下 然後 結果就叫我先去結帳 可這什麼爛理由 要不叫起就說啊 這就是為什麼我是猴子了 我們這群臭猴子啊 就算不敢跟自己喜歡的女生要錢 而且我們會很專情 確實 你是不是就會覺得 喔我乾我剛一叫起他就不愛我了 我的愛就是給他錢 第二個事情是 在今年交過了一個女朋友 然後分了 很快 為什麼分手呢 是因為他之前 跟我吃完飯 我們有約好說禮拜三 再次吃飯 到後面 我就跟他說 欸今天要幾點去載你 他就跟我說 喔我跟別人約好了 所以 之後我就跟他講很多事情 就是要改 但他都沒改 然後你就跟他分手了嗎 對啊 還不錯啊我覺得 你這樣跟他提不錯啊 至少你主動提出來 這個女朋友我只交了18天 我就跟他提分手 所以我的高中同學 都叫他金牌18天 金牌18天殺小 因為我們其實認識了4天就在一起了 你為什麼要跟他在一起 因為他的讀書方式啊 跟我的目標都差不多 然後跟我很有話聊 就是從他身上看到我的影子啊 他是不是長得蠻漂亮的 他跟上一個女生長得有點小 講那麼多屁話 媽的 講那麼多屁話 媽的 對不起 我們都是男生 我覺得 我就不跟你屁話啊 你活該 真的你活該 現在所有在運船的男生 你們現在看著我的眼睛 你們是沒救的 我救不了你們 任何人都救不了你們 你們看任何的語錄 任何的紅藥丸 任何的戀愛大師 都救不了 你們沒救了 真的 暈船就沒救了 暈船真的沒救 暈船只能自己走出來 你知道嗎 對啊 所以我現在在翠上面 到處的亂跟其他女生聊天 你更沒救了 好啦各位我們做一個 我拉個一般等待區的吧 粉碎的魚姑你好 我是國中 國醫生 我沒有什麼 呃太多的 約會經歷 我沒有什麼約會經歷 但是 前面那幾個人他們的 約會經歷 現在人都這樣子 我沒有 我國醫我沒有經過 你國醫嗎 沒有沒有的 國醫請你對愛情抱著幻想 並且用你對童真的心情 對待你之後 很喜歡的人 這都是 你應該要有的一個東西 你不要現在 聽我的節目 快去睡覺 他媽的11點了 快去睡覺 現在人不是這樣的 我可以回答你 來我的頻道聽的都是怪人 然後已經很晚了 快睡覺 好嗎 快點睡覺 好 好 好啦那個 你現在有喜歡女生嗎 我現在沒有什麼 因為我最近都在看V 我都比較喜歡看Vtuber 我對三次 好啦我覺得未來啦未來啦 那個我教你兩件事 請你好好學好 第一件就是 當你未來遇到喜歡的女生 你好不容易跟他約出來之後 你不要毛手毛腳的 當個生事 當你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你確定 他可能對你也是有意思之後 基本上有第二次出來 他可能就對你有意思了 你在做接下來的行為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 你會看V吧對不對 對啊 我超喜歡看V的 對可以你當個好好的觀眾 不要侵犯到V的隱私 也不要情緒勒索你 你喜歡的主播 對好好讓他做他的表演就好 OK嗎 OK 謝謝火哥 沒有沒有最後一件事 最後一件事 雖然你現在可能還沒有到 健康教育的年紀 但要做的話去買套 對 好 沒有套的話不要做 好就這樣 感謝你 去睡吧 晚安 好晚安 謝謝火哥 掰掰 掰掰 我覺得 我覺得我剛剛拼到他的起手 是我是國中生 現在的人都這樣嗎 有勢必要教育一下 那國瑜你就教他買保險套 不是他這本來就要教的阿 我是覺得這點倒還好 真的要做的話你真的要買 這個國中健康教育就要教了吧 沒有這個很簡單 我覺得我教這件事應得不過分阿 不然你要怎樣一個國中生嗎 讓另一個女生懷孕嗎 真的是你不能做不是嗎 不是阿很多不能做 但是殺人也不能殺阿 世界上也是有很多 賣毒也不能賣阿 街上也不能打人阿 出飯不能難吃阿 那不是也很多發生的 哈哈哈哈